年轻人该如何选择自己人生的第一台座驾呢 作为买过二三十台车的过来人 我就以我年轻时候的买车经历献身说法 告诉你我当年是怎么选择的 希望对你的买车有所反观 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 经济实力尚需有些薄弱 所以这时候啊 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而买车也是一样的道理 前提必须是买得起买得到 并且买得值 买得起这件事很好理解 一台价格实惠的车加上不错的折扣 攒一段时间的积蓄就可以买得起 比如我自己购买第一台车的时候 就是一台经济实惠的上汽大众小轿车 简单可靠 疲实耐造 伴我度过了初入职场的新手阶段 所以如果让我给年轻人推荐第一台车的话 无论从情感角度还是从理性角度出发 大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比如现在他们推出了这台全新朗逸新锐 外观时尚 颜色亮丽 更重要的是它的口碑 朗逸家族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500万辆 背后就是500万个家庭 相信大多数人的选择肯定不会错 更何况它在务实定价的基础上 又给出了2万元促销优惠 这样一来不到8万元的价格 算上金融政策的话 首付16000块 你就能买到一台德系合资大厂的紧凑型家教 无论谁都会心动一下 可以说8万以内朗逸家族之下无家教 至于买得到 我的理解是到位 价格可以实惠 但用车该有的品质必须到位 那么现在年轻人是怎么看待朗逸新锐这款车的呢 正好让公司里年轻的同事们来评判一下 这朗逸新锐感觉挺好看的 跟以前的大众风格都不太一样 尤其这个格衫一点一点的很好看 再加上这个这种蓝色 低爆核的蓝色非常好看 很漂亮 这座椅还双拼色的 一体式座椅 前面还两个8英寸的大屏 分辨率也蛮高的嘛 平常呢我跟我家人一起出门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买车呢非常的注重空间 这辆车的第二排空间 我觉得坐的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也预留了很多的处空间让你放东西 而且它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呢也是非常够用的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可以买到一辆这样的车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什么叫买的值 我的理解就是 自己对自己选择的肯定 家人对自己选择的肯定 外在时尚且实惠 内在安全可靠 值得信赖 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这里啊 我得让精通车身结构的赵大锤来告诉你 相信大众的MQB平台 大家已经听说过很多年了 这台朗一星雷就是诞生自MQB平台 但是平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可能很多人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对于车企来说 MQB是孵化各种车型的平台 可以提升零部件之间的通用率 让造车变得像搭积木那样简单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 MQB就是一套造车的标准 上到四五十万的车子 下到十来万的车子 都是按照这一标准来执行的 可以说MQB决定了 这个平台造出来的车子 它的下限不会低 比如说它的白车身 有92%的部位 采用了高强度钢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 在遭受到撞击的时候 它能够保持车厢 尽可能小的发生形变 来保护车厢内乘客的安全 至于车内 朗一星雷全系标配六个安全气囊 万一遭受撞击的话 气囊就能作为一个很好的缓冲 垫在你和车子之间 这样一来就能够降低 人员受伤的概念 当然这些都是被动安全设备 至于主动安全设备 全系还标配了AEB自动刹车 为行车安全提供一份保障 对于一台不到八万块钱的小车来说 这样的配置还是非常良心的 行车安全涉及到结构和材料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千万不可以马虎 那你说高刚性车身 除了被撞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它有用之外 平时能不能够感受得到呢 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就是在驾驶的时候 大面积高强度钢的运用 让车身变得更坚固以后 带来的好处就是转弯变道的时候 你会感觉车子的跟随性变得更加灵敏了 过坑过减速带的时候 也没有松松垮垮的感觉 对于刚刚从日系车上下来 马上换得气车开的我来说 变化太明显了 至于动力部分的话 朗逸新锐搭载的是1.5升发动机 加6AT的自动变速箱组合 虽然说没有什么爆发力 但甚在成熟可靠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比赛 不在乎谁跑得更快 而在乎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 成长不是一出而就 对年轻而言 选车也不是炫耀成就 脚踏实地 循序渐进 才能功成名就 这是我对于那些刚刚踏入社会 对陌生环境感到迷茫的朋友们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人生分为好几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中 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学习的时候 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工作的时候 认真做好每件事 选车也是一样 在每个价位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车型 今后 随着工作经验的累计和收入的增长 再逐步升级自己的座驾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这就好比游戏里升级打怪一样 当然 价格并不是衡量一款车好坏的唯一标准 作为在汽车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的 我觉得 车子不是越贵越好 品价比 才是你选车应有的标准 对工作有要求 对生活有需求 对选车 你也得有追求 人生就是这样 因为有了追求 才会想办法去努力提升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